Hello 各位早晨 這一齣Morgan的導演 我之前沒有聽過的 以我理解這個導演 他之前也沒有拍過90分鐘長的電影 所以你可以說這是他正式第一出的出道作 他之前只有短片各方面 但他找到一個製作者就不錯 Witley Scott 還有那些演員也是相當OK的 老實說我承認我是因為那個女演員Kate Mera 所以我覺得他挺漂亮的 有他 另外有Anna Taylor-Joy 之前很多人稱讚過Witch的女生 還有其他配角有楊子瓊、Toby Jones 那些都是相當好的演員 還有Paul Giamatti 我最初不知道有他 我看到他出現 咦 這齣戲是有點卡士的 這齣戲的故事是說有一班科學家 他在一個深山的地方進行一個實驗 他在裡面就是透過 我不太明白他的實驗究竟是人造人 還是無性繁殖 總之他是製造了一個人造人 我不知道他是機械人還是機械人 應該是機械人 即是一個人肉的人 不是有父母生 然後有一次他們發生了一些實驗意外 所以在進行實驗那間公司 他想知道究竟這個實驗要不要終止 他們製造出來的女生 究竟是有沒有人性 究竟他實驗的進展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所以他就派了女主角Kate Mara 去進行一個探查 去了解一下是怎樣的 然後一個故事就繼續發展下去 他最初這齣戲的格局和那種慢和靜的感覺 其實是會令我想起之前很好看的那齣X Machina 但是這齣X Machina是一齣很好的戲 因為他的攝影、他的題材和他寫得很好的對白 令事情提升了很多 但是這齣戲是沒有這麼好的製作 所以你又要有一個合理的預期 你不是進去看出經典 為什麼差了些什麼呢? 首先雖然他的演員是很好看的 Kate Mara和我剛才數過的那幾個 即使是配角的演員也是非常好看 但是Kate Mara的角色雖然我很喜歡他 但是我覺得不太適合他 因為他不像一種飾演呂強人的角色 他是個小孩樣子 他是個美女樣子 他不是呂強人的樣子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齣戲 如果你跟X Machina比的話 他是缺乏了一些寫得很好的對白 他裡面是沒有的 你看他那種氣氛 你會感覺到他是想拍一齣有智慧型的科幻片 但是他沒有那些對白去支持那件事 所以在這方面 他是不能夠突破樽頸位 他那個深度去到頂都只有這麼多 只是concept的地步 因為他沒有那些對白去提升那件事 所以是沒有辦法挽救的 他突破不了X Machina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他去不到X Machina 他反而有點像之前出的Splice 有兩個科學家製造了一個怪物出來 Splice 就是那個階段 其實這齣戲也是不錯的 他頭半是氣氛像X Machina 剛才我說過他去不到那個地步 但是他後半是拍得挺刺激的 有些轉折突然間 好像轉了一個類型 變成另一件事 其實你可以說他出戲便宜了 其實可以說 但是你又想回頭 他頭半是想裝模作樣 想High Class 他失敗了 所以他與其逗留在那個失敗階段 我覺得他不如就算是很便宜 轉一轉的類型 反而是電影變成好看 有娛樂性 所以這齣戲 就是頭半的 你覺得好像有些東西 後來看一看 你會發現原來沒有東西 但是他轉一轉 去到中間的時候 就是有些轉折位 就突然變成一個很便宜 但又挺有娛樂性的… 戲 你又覺得其實都看得過 以及他裡面打鬥的動作,你也猜不到他也拍得不錯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有私家,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可以一看,不是一齣爛片